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传心的女儿黄爱丽是于今早告诉记者这个噩耗 并邀请媒体出席今天下午在她的住家召开的记者会 那么84岁的黄传心和83岁的妻子是于上个月的25号 使用了在当地俗称为鸡腿鱼的河豚之后中毒 那么妻子在当天就已经离世 而黄传心则是在居栏中央医院家务病房 挣扎了15天之后于今早于是藏词 那么换个焦点 不晓得大家是否还有在关注冠病疫情呢 那么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数据 在3月26号至4月1号 也就是2023年的第13个流行病学周期间 我国是新增了3069宗的冠病确诊病例 而这个期间也新增了18个冠病感染群 那么其中的11个是与教育领域相关的 那么教育部长法利纳就指出 尽管教育领域的冠病感染群出现暴增的情况 但教育部已经及时采取了干预措施 因此情况是受到控制的 他说教育部采取的干预措施就包括了提供隔离室 向师生发出有关于疫情增加的提醒 以及要求家长在送孩子上学之前先监测孩子的健康状况 不过法利纳就指出学生是否需要进行检测 则会根据卫生部的要求还有建议去进行 那么法利纳还说 冠病已经不是我们从未遇过的流行病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如何去遏制 无论如何法利纳还是要求大家要认真对待 注意健康 尤其是在开灾节期间 第一方面 首先安华早前官访中国期间 就接受了中国央视高端访谈节目的这个专访 那么安华在节目中就有说到 在中美对立加剧之际 东盟应该要保持独立 以及作为一个中立的地带 不要让这个区域成为强权之间 军事竞争的地区也不应该出现任何被视为挑衅的行为 安华说 东盟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推动区域的和平以及稳定 那么另外 安华今早在沙亚南出席活动时就强调 我国政府不曾在南中国海主权课题上做出让步 那么尽管中方是称称两国领海出现重叠 但国油Petronas的石油勘探工作 依然是继续并没有受阻 那么针对特赦正在服刑中的前首相纳吉一事 安华则是指出是否批准特赦申请是属于国家元首的裁量权 目前评论前首相纳吉的特赦申请是言之过早的 也没有必要去公开讨论 另一方面涉及在公共场所车上进行不当行为的22岁男子以及17岁的女生日前被带到法庭申请严扣 并完成调查之后如今已经是获得警方口头保释外出 但是啊大马人权委员会就指出17岁的女生当天被带往法庭时是穿着球服并戴上手铐的 这种情况是已经违反了该名女生作为未成年人的权利 那么人权委员会就强调逮捕未成年人的程序和一般人是不同的 那么根据儿童法令第83A跨五一条文 未成年的涉案者不能被带上手铐 除非是犯下谋杀或是贩毒等严重罪行下 未成年人呢才会被带上手铐 那么另外穆大人权事务的负责人周全杨则是发文告指 警方押送上诉两名嫌犯前往法庭办理严扣手续时呢 就涉嫌带着两人去游行 那么对此警方就驳斥了这种说法 那么警方就说这两名嫌犯是与其他涉及不同案件的嫌犯 一起被警车带到新山法庭的 那么随后负责押送的警员呢 是按照正常的路线把嫌犯带往推市庭进行延扣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游行 另一方面上述事件发生之后 网络上就出现了各种与红星乐会制服相关的梗图 那么这种情况就引发了马来西亚红星乐会的关注 那么马来西亚红星乐会的秘书长哈金涵沙 今天就发文告谴责趁机滥用红星乐会标志的公众 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者 并提醒民众禁止任何马来西亚红星乐会以外的任何人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红星乐会的标志 否则将会毫不犹豫的对违规的个人以及团体采取法律行动 那么接着我们就把镜头转向体谈 那么清体部长杨巧霜今早就在个人的这个脸书专页发布了图文 说自己已经和大马宇宙男丹李子佳会面 那么杨巧霜在贴文中就写到 会谈的结果是非常的正面以及积极的 那么李子佳还向他表态 要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中为我国争夺首面奥运金牌 但杨巧霜在贴文中并没有说到李子佳是否会从自由人回到国家队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